喂 能听到了 好 我们现在就是 开始 人员都齐了 好 我们现在开始讲课 这节课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说的有些状态机 什么是有些状态机 通过这个字面意思 我们知道 有些个状态 你看有些状态机 就是 应该是个finity的 steat 就是说 我在这个状态 转换 在有些个情况下 我可以使用这个有些状态机 比如我们说的 经常大家如果玩这个实况 或者是feiffer 主球的话 他也是使用的这个 就是角色的一个进攻防守 这些状态的转换 他也可以使用有些状态机 那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个有些状态机 不使用有些状态机 可不可以解决问题 可以的 我们通常就是 一种逻辑 通常一个思维方式 就是使用这个 if else 他也没有 没有任何问题 那对呢 if else 我们也可以使用switch case 就是买入某一个条件 然后做哪个事情 你想一想 如果我们就几个状态 三四个 那可以 没有任何问题 用if else 如果是吗 否则是吗 那如果我们有个 十个八个 这么多状态 直接转换 如果你还使用这个if else的话 你想一想 你的if else这个语句 非常的这个长 switch case也是一样的 那对于 我们的维护 代码的维护 非常的不方便 比如我正在一个状态 好 我就要 这个if else 后面再加一个什么else 什么什么 switch case也是一样的 那如果要删除一个某一个状态 我还要从这个if else里面去找 然后把它删除掉 kc 所谓的kc 那维护起来非常的不方便 因为这些缺陷 说一说我们使用这个有些状态机 因为我们这个游戏开发 或者软件开发 我们得使用这模范化封装 就是说我的某一个状态 它得对应一个类 你可以这样理解 那增加一个状态 我可以增加一个类 那它的底层这块 就有些状态机的底层 我们一般就是 采用就是 比如我们说 进入某个状态 改变某个状态 停止 你想想就是 我们就是做事情 比如我吃饭 吃完饭以后 我要去 出去赛步 那赛步完了以后 我可能可以去什么超市 这些都是一些 不同状态的变换 那说到状态变换 首先我要知道 你什么时候有变换 就我要去检测 所以说我们采用这个 就是update去 就大家就是 你编码的时候 你写程序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 联想一下生活 就是不要就是 就一个代码 我代码怎么写 比如策划给你一个任务 你用有些状态机 你实现一个什么 什么功能 然后你就可以 就得这个代码 怎么去怎么去写 其实你就可以 练想到一下 我的日常生活中 我做一些事情 使用平时的一些 行动或行为 跟我们程序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说一说就是你 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就静下来想一想 这个应该怎么去做 就是后比我们说的 我要失业与这些状态机 我这个肯定要去封装一个 就是副类 或者是基类 然后我的子类可以继承它 就是因为我们做模块开发的时候 这个就是大家已经有形成一个思维定势 就是说如果你开发某一个模块 你就要想到 这个模块第一个 我又把它维护方便 扩展方便 那我做的这两点 首先就是说 我能把他们里面的一些共性 抽离出来 抽离出来的目的是什么 比如我们写一个复利 为什么要写这个复利 如果不写这个复利 可不可以解决问题 可以 但是你想一想 我为什么抽出它的共性 否则的话 我们代码里面 好多相同代码 你写一个就是 因为你重复了 因为你这些 你都有时候去定义 那你写一个类 里面定义一下 写一个类定义一次 你想一想 后面的人做起来 非常的别扭 那我把这些共性的东西 复利成复利以后 我就可以继承它了 那继承这共性 我就不用写了 我只写这个类 它自己独有的一些属性 或者方法 就可以了 那就是 比如我们说有些状态机 你首先就是 我要进入某个状态 进入某个状态以后 能进去就停止 比如我想终止这个状态 那我还有许个改变状态 比如我去以后 我想改变某个状态 那做这些事情 我肯定需要去检测我的状态 我觉得某个状态 这什么时候又结束 我肯定要知道 你看 据说我们 生活中这个 我们就知道 至少需要这四个类 去给我们实现 这个我在这个 录播的课程里面 都有给大家讲解 那这个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知道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封装的 就是有些状态机 它的一个复利 那它复利里面 这里面多写了几个 一个就是 我们是否能改变状态 或许有当前的状态 什么状态 所以这个状态能否改变 进入某个状态 状态的改变 执行 执行某个状态 停止 就是 首先就是 因为我们一般做 复利的时候 如果你做成接口的形式 我们就一般 加个interface 就告诉 我们的后面的 就是人 如果这写的话 你就继承于我们 这个 NTTFSM 那我写这个 状态机 它主要作用是 就是用这一个 给大家就是 模拟一下 我们的 动作 换句话说 就是角色的 一些动作 比如 走步 跑 攻击 这些 我们就可以用雨片状态机 结合着我们的 新动化状态机 把它实现出来 说一说 这个就是 给大家就是 在这边写 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后面 我还会给大家 就是设计到 动作那块的时候 还会给大家 就是讲 我这是把 目前就是把这个 框架 给大家实现出来了 里面的内容 还没有去贴充 这是 我也主要是告诉大家 就是 我没做过 某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要知道 第一个 我怎么去设计 我设计的过程中 注意 哪些问题 这些就是我们要考虑的 就是 大家就是 小电码的时候 比如我做一个雨片状态机 也不用去着急 这个东西怎么怎么做 静下心来想一想 就是我状态机里面 做哪些事情 这样的话 就是我在其他的 需要用作的 我就继承于他就行了 比如我们 这个死亡这一个 我就继承于这个 NTT这个 然后做一个 实力 还有一个问题 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开了这个作业 想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实力化 上一节课就是用了这个 我说就是 resource is manager 调用我们的就是 呃 漏的那个 可能那个还说是 出实话 这个漏的 加点这个 呃 自语 就漏的 一名 地上 这个 我和大家写了 就是那个 resource manager 又一个 就是生成一个对象 其实不需要的 就是你 你写了 怎么写 跟大家说 说一下 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比如 我就我想用这个 resource manager 对象 我就又一个 resource manager 大家不要这么做 虽然你这个 实现出功能来 大家这种做法 是错误的 再又给他 申请了一个内存 那怎么做 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 已经继承了 我们的 就是 代理模式 而且他还属于 继承了 这个 mono的 但mono的 你就开到这个mono的 就不要用用了 因为他已经给你做好了 你是需要 这一个 他的代理模式 为什么我们继承 代理模式 就是为了你写代理模式 还方便 那怎么去写 我们一般 使用写法 就是resource manager intense 什么什么 有的这里面 他不会写出来 你给这个 凯数里面 就写出来了 比如我这个 说起来的 intense load amidata 用这种写法 因为我们这个 已经给你写好了 就是 entity singleton 这个entity singleton 他继承于 就是mono 他已经把这个 代理给你写好了 你自己也在 还要去用一个干啥 没必要 那什么是也拗一个 就是 这个 不继承于这个mono的 因为这 这里面就是 因为我们已经 继承于代理了 所以说 你自己可以用 resource is manager 什么 点 intense 就是如果 不继承于代理 独立的 就没有这一块 你可以拗 因为这个 他与这个unity 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你 你刚才写这个resource manager mg 这个new 什么 就new一个对象出来 这就 只要是继承于这个代理 或者是这个mono的 就不要这么做了 我为什么这么写 就是为了 你不需要自己的定义一遍 比如我们通常说的 你得定义一个 什么private 什么static resource is manager 什么 intense 然后这个public resource is manager instance 在这个 什么get 一个什么 所以这一块 你不需要写了 我直接用他就可以帮你实现了 又不我们做他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如果就是他继承于代理方 继承于这个mono 呃 behavior 那你又用这个的时候 你就有哪个事 就是获取到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gameobject 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sure 这个 get component 获取这个 就是这个 组件 得到他的对象 我这个给大家举例的 大家不用这么 这么这么写 因为这个是我这 在这里面写的 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比如我们这个resource manager mg 因为我感觉你们这个 想对着说 基础方面还有一些 薄弱 说一说 我给大家就是 对啰嗦几句 如果就是继承mono的 我们一般采用这种方式 获取对象 如果不继承于这个 有这种方式 我们就用这种 就这样 刚才里面说的 这样 获取对象 如果继承于呆业的 就刚才那个 如果继承于这个 代理的 那你既然就可以使用这个 resource ease manager 因此停止就选了 丢他的函数就可以了 漏电源电视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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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就完事了 这个大家一定有 一定要注意 这个作为一个 说说的补充吧 因为我感觉你们这个概念方面 还就是说 比较混淆 所以在里面就给大家 就是说一下 你看我们这个继承 接下来我们继承这个状态机的 这个状态机以后 你看这样的话 就是我这样的话 就用一个 是因为他不继承于任何东西 最独立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又用一个对象 然后就用他通过他对象 就是这个intense 就是我们去调用 这状态改变 进入某个状态 这个我们又封装了一下 通过他去封装了一个 再停某个状态 你看后面 我这写其他的状态 我这写其他的 那个有些状态机 比如这个 idle也是一样的 你写法其实都类似 这样的话 你看我如果再困扰一个动作 我再往里增加就行了 如果不需要一个动作 我直接删除掉就可以了 对我电话没有任何影响 这就说 你看看我们这个 封装下来 就是非常的方便 当然有些状态机的话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要知道是哪个状态 我们一般定义一个门举 比如控一个什么 这个是free 自由状态 跑或者释放 死亡 移动 被迫移动 重生 idle 这些 到哪后面 还可以继续压 就是每个状态 对应的我们的这个 每个状态 对应的我们一个类 你看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在使用 有些状态 那个行动化状态机的时候 根据他去教用就可以了 因为他是 对角色来说 他也是有些个状态 变换 所以说我们采用 有些状态机 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 他就是有条件的 如果条件不满足的话 我们就不能使用 这是说的 我们说的有些状态机 这给大家就是提示 提示一下 因为这个有些状态机 在这个行动化状态机里面 用的比较多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说的 UI这些的切换 因为前一周 我们讲了这个MVC 这个设计模式 那我们这个 界面这个直接的一个状态转换 也是一样的 你看 大家想一想 我界面之间也是 从login登陆进来 比如像一个到那个Juress的创建 或者是 一个背包的一个选择 这些 都是一样的 他也是 不同状态 直接的切换 但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 状态机 那这个状态机 因为他上面这个 我们采用的是 只要可以使用这个动作这一块 就是我们把底层封装好了以后 其他的给上面继承 扩展 就可以了 那对于这个 UI这一个 同样 他也使用于我们一个 状态的一个变换 因为我们前面写了一个框架 就是 MVC 因为我们要设计了一些具体的动作 这个就是一次 模块里画了一个封装 承用了MVC 这个设计模式去封装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我要去改变它 比如创业它 生成它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有些状态机 对逻辑方面进行一个处理 那说到这个 UA的这一个状态的一个变化 大家想想 我们也可以就是 封装一个 就是一身的模块封装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 我是否可以把里面的一些 呃 抄下的 非你出来 这样的话就是 我的其他的 我这我继承于我这个 复类就可以了 那UA这一个 大家可以就是想一下 我这个UA变化 我怎么去变化 说到这个复类 复类这一个 你看我们怎么去设议 首先我要知道 我当前是什么状态 或者是我要进入某个状态 进入某个状态 我们通常说的就是 Enter 通用的 我要进入login状态 登入页面 我要进入什么 决策选择这个创建页面 等于一般用Enter 因为我要 获取到某个状态 我进去以后 因为他这个 这个有些状态 跟他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UA这个 我可能就是我进去以后 我可能就有半个状态 就是设置 设置掉 或者是把它隐藏掉 这个UA不需要了 比如我从login 登入到下面的界面 我前进去不需要了 那如果返回 我又需要 把我前进去不需要了 所以他与他和动作之间 就是 有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 就是比如隐藏掉 或者是破坏掉 就是删除掉 所以他给你这个动作 还是不一样 动作因为你从走 刀跑 它就是一个动作方面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跑外去再走 所以说他是一个 或者说是一个 经常是 状态这些 非常紧密的 而我们这个UA这个 他是不紧密的 所以说我进入另一个界面 我可能下一页就不需要了 我就盖掉它 比如我从login登入 主要创建 在登录的背包 我登录肯定不需要了 我不关心登录了 登录这个 那我们怎么办 可能把它删掉 那这代码里面 我们怎么去写 我们一般就是 比如我进去了 进去以后 我可能这个 最后一个界面 我可能就设置的状态 比如这个界面 我不需要了 我设置个什么状态 当然他也有这个 exact 就停止 我们还需要就是 每一点去转换 比如我们说 这个update 我就实时获取的状态 就当起来什么状态 因为你操作的时候 相对的说代码来说 他又去 他又去知道 你当起来什么状态以后 他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所以说这个 对于这个 games data 我们就把它抄理出一个负类 它里面设计一些代码 当然就是 你也可以设计 设计其他的一些 函数 这是根据自己的需求 其实代码这个 他没有一个就是 死的东西 就是灵活的 不同的人 写这个状态 状态机 有些状态机是不一样的 我这里面 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 就是思路 就是我们设计东西的时候 大家就是可以先想一想 哪怕你刚开始想不全面 没有任何问题 你后面在做的过程中 可能给你需求的变化 就需求力也深入 那你可能就知道 我要贴押一个 这个我要贴押一下 可能满足不了我的需求 那这个games 就是这个机内设计好了以后 那我们的这个子类 就设计了 你看我们写这个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我的课程里面 就是录播里面 对于讲解 我这是 就是给大家 就是 写领大家过一遍 具体细节大家可以看 那个录播的视频 那这里面有个 获取这个什么状态 设置状态 就我不用了 我可以把状态设成了什么状态 那首先我们就有个状态类型 就是通过美举 你看我们用的美举用了非常的多 就代替使用字符串 如果不用美举的话 我们就使用字符串 这个美举你看 在里面就是一些游戏里面的一些UI的创业 login 用户界面 大厅 房间 英雄 家宰 玩家 游戏结束 等等 这就是我们的游戏状态界面 因为我们这个 有些状态 状态的切换 我们要 我们要 要有东西的 我们要知道 要有标记 我们要切换到哪个状态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就用了一个美举去表示 说我切换到哪一个状态 因为这一个我们也使用了一个接口 大家可以写接口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agame iginterface 第一个字母 那写好了以后 后面就是 我这写其他状态的时候 我就可以去继承于它 比如我写这个login 它是继承于 我们的这个agame 当然因为我们这个模块 属于 状态模块 就是 现在可以加一个game state 就是模块化封装 所以别人也在写的时候 这扩展的时候 它也要加一个 name space game 什么game state 那状态类型 藏领了一个根结点 因为我们这个 它不继承于M1O 所以说我们要实现一个构造函数 就是便于我们生成对象 获取获取的这个某一个状态 就是把它的接口实现一遍 进入某个状态 你看我们进入的时候 实力画出来 加载 实力画出来 当然这个还没有 给大家就是写完 还有好多逻辑 这只是说我们说 把这个框架写搭建出来 别有后面 我们逻辑的一个变换 转换 这是进入 进入就是生成出来 当然生成出这个界面以后 这一块就对应着我们的 我们说的就是这一块了 因为这个只是模块化了一个封装 具体逻辑 把它穿起来 还要学我们这个steat steat的逻辑方面的表现 那我们应该我们可以写logan 这扩展什么hearrow lobbyhearrow这些等等 还有其他的 你看我们这个状态写完以后 那我用的时候 那我可能是logansteat 什么什么 怎么怎么就用什么的函数 或者lobbysteat用函数 你想想你这样的话非常乱的 就是我写起来我非常不舒服 比如我写一个东西 我就看看啊 这是logan还是lobby 还是hero 很麻烦的 程序的就是我如果我自己做些事情的非常麻烦 那肯定我设计方面肯定有问题 我扩展起来如果如果这一套电码我扩展起来非常的别扭或者非常的麻烦 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设计可能是有问题的 那你看我们继承了好多类 实现了 那我我怎么用啊 我不能就是如果啊logansteat对应逻辑logansteat这些啊 这自然而然我们想到一个就是我通常说的工厂模式 工厂模式就是 factory 所以就设计模式里设计模式不是一共有23种设计模式吗 前面一个什么代理 还有一个什么我们说的这个工厂 其实这一切有个问题 代理和静态 他们这些与什么区别 我想可能好多 这个同学对这个问题可能又是模糊的概念 静态就是 他在程序 运行的时候 他就开始 入住内存 而代理这个 只有代理使用的时候 他才会去就是他就会定用他里面的一些方法 就是intense 以后才可以 而静态就是我一从运行的时候 我就把方法这么就可以下载进来了 就是代理就是我这用的时候 我保证就是我程序运行只有一份 只有一份去运行 就是因为我只有实力化了以后 就用他的实力化了对上以后 我才可以用他里面的方法 而静态就是我程序一启动 我就可以进去了 把所有的方法 所有东西就进去了 代理就是 我程序启动的时候方法没有加载进来 我定用的时候 他可以把它加载进来 所以说 相对来说 代理模式 他得用的比较广泛的 静态一般就是我们说的 比如我们说数据加载 我程序型的时候 我就把一些数据读进来 我们这个一般使用的精彩的一个处理方式 好我们回来 那game manager 既然这么多 我们不好处理 但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game state manager 就是对外提供一个接口 专门用于管理 我出这些东西 就这些 说明的这些例 就是什么 state 什么logan lobby 就是hero 就是统一管理 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 我对外 外面人用 我只需要 访问这个接口就可以了 就是game这个例就可以了 那这个例 我们怎么去设计 得开一下代码 那这个例 我们采用了单例模式 而且是不继承于这个m1o的 其实我们管理某个东西 就是一堆东西 通常的做法 都是 定一个字典 或者定一个list 所以一开始 我把它加载进来 加载进来以后 我就可以从这个字典里面 去取某一个 有改变状态 因为我们这个 你看都是继承于这个 复类 所以说我们采用这个复类就可以了 如果你补的话 你就写一堆 写什么 login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东西 很麻烦的 那先好以后就是 我程序 我用的时候 我就要把它加载进来 比如我们说的 games data 你看这就是用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不继承于m1o的 它自己封装的一个结构 就是我们自己封装的 这个对象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使用m1o 根据它的类型 把它加载进来 这个就是返回这个 games data 就是我们 我们的获取这个例行 把它把它放进来 那就是声明一下 把它放到自己眼里面去 是放在内存里面 便于我们去调用 那下面就是一个改变 一个改变 一个呃 有些状态 一个改变 改变某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 让其进入 进入某个状态 你看我们写下来 其实我们 根本没有涉及到具体的一些 比如login 还是lobby 这是 我们同一个表里面的东西 就可以把这个 接口封装好 那我可以 利用它就可以了 把状态传进去 就ok了 因为这些 都是在具体的 状态里面实现的 你看比如这一个 我都有具体的 你看非常方便 操作起来也非常方便 那改变状态的时候 改变它就行了 然后它就可以进去执行 我们这里面的逻辑 因为这个你可以改变 对外利用介绍就可以改变它 一开始因为我们丢用时候 就是丢用这个 他就是 game manager data instance 什么change 比如我们定一个 login 他就会定用这里面的接口 就是你看这个对外提供了 一旦定用它 它第一步就会执行到这个 它的构造还数 它的对象 先注册进去 然后再开始这样 这样的话 你进去以后 它肯定保留保留着这个 那如果不等于空 就把当前的停止掉 然后把这个 需要使用的 复制给当前 然后进入 比如login state 这就是 login state 点enter 就这个login state 按enter 进来 就执行就可以了 那还有一个 我们定一个 进入默认状态 什么是默认状态 登录页面 我们一般就是把登录页面 作为自己的那个默认状态 他也是就是 改变 预期状态 然后进入 就开始执行去了 就是一步一步下去了 比如进入买过状态 就就就就开始了 就login 就把事业划出来 一个 这个就是 我们去定期去更新 看看这个状态 是哪一个状态 不过update 因为我 我改变的时候 我肯定要去接测 接测某一个状态 如果下状态大于他 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是个零嘛 他的第一个 我就改变 到下状态 那就是这样的话 我对外说 我直接用他的在口就可以了 其他我就不需要管 我不需要关心 login state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 state 还是其他的 就是比如我们说的 lobby state loading here 我就不需要关心 我直接用他这个h数 他就他就给我们去解约了 就是状态一个逻辑方面 一个切换 好 回来 你看这个 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解约了 其实这些模块 你放到其他游戏里面 也是可以使用的 这是在某一个方面 可能改改就可以了 MVC也是一样的 其他游戏也可以使用的 你看 我们说这个state 还有MVC 那这就出来一个问题了 比如我创建一个界面 我要显示出来 你怎么去做 操作 因为我们要学就是 模块化的设计 偶合性 就是他两个就是 切射度 不要太隐秘 否则的话 就是一代出现 某一个函数改动 或者是 逻辑扩展 我们就会非常的麻烦 这涉及到我们一看 这个 世界 因为开发网络游戏 世界用的非常的多 它也可以就是 起到一个模块之夜的一个 结果和那个作用 因为这一个 我也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 就关于这是 我们 怎么用这个 创建一个界面 怎么通过世界的方式 把它显示出来 我在路破课程里面 刚才讲过 就是我们通常的做法 做这个UA 一般都是 在这里面 创建几个panel panel一 什么panel二 这些 然后 再写一个胶本 放上去 把它们拖上去 然后这个隐藏 那个写示 很麻烦的 或者是 我们这里面 动态就创建 创建一个 好 这个logan 好 不用了 这写出来出一个 这个方法也可以的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 UI界面 就是不能太复杂 因为 要不的话 它加载的过程中 它会有一个 相对的 有一个延迟 那我们这个 游戏设计思路是 我可以把里面的 设计到的 UI 视线 实力化出来 同时 把它们隐藏掉 那得写示的时候 我用哪一个 我写着哪一个 当然我们这里面 也是动态创建的 也是学习实力化出来的 这样一个好处就是 首先我把所有的 都放下来了 我就是写示的时候 直接就是野尺非常少 因为一个就是 我这里面应有了 我这把它稍微处 塞在它以后 稍微处 fals 去加载就可以了 那我我显示 我怎么去做 比如我 如果我不用了 实验的话 我用自己去写 好 这个一大堆逻辑 这个是 实验的退伍 什么 true false 如果我用实验的话 我只需要就是 增加一个接听 广播 还有一个删除 就可以了 B-R-O-A-D Broadcast 这是广播 就是首先 我把我这个 接听这个 加到我这个表里面去 就加到我的字典里面 然后我到时候 广播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 接听到了 然后就处理 所以说 这个我们这个 消息事业 一个封装 他其实 使用消息事业 他也是为了 就是模块 直接一个 偶合类型 一个 结偶合用的 而且非常方便 我这里面 就是 我们要 gamer 游戏 是 gamer 世界 在这里面 我们这个世界 其实 网上也有这种代码 大家拿过来用一下 修改修改就可以了 因为涉及到世界的 首先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是哪一个世界 所以说我们又定义几个美局 定义几个美局 我们这个美局非常多 这是整个游戏里面的一个美局 比如我们说 也在服务器失败 成功 重新连接 成功 重新连接失败 收入用户数据 选择服务器 进入大厅 进入房间 等等的这些 因为这个知道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接听 那我们这个接听 这个 从往上走的 网上这东西 电话这很多 拿下来 去给一下就行了 这里面 主要主要主要用的就是 爱的 这一个 增加接听 其实这一个就是增加到一个表里面去 把它放到这个表里面 它的表里面定义就是 定义一个世界的世界 一个美局世界 一个委托 这个委托 我们一般是自己定义的一个 呃 自己放进来 就是我写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回调函数 就是那个爱的 类似呢 就这一个 这就是我们的回调函数 你看 把它放进来 就对应它自己的美局 就是有哪一个 比如我们定路 登陆进入 进入以后 我接听这个消息以后 我就把这个界面又写着出来 这个就是写着还出的一个名字 这里面定义几个模板而已 就是比如这个 呃 一个材数的 两个 三个 四个 这些其实 目前里说用不到 如果这其他开发 其他的话 你有的话 你可以自然用就行了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增加接听 增加接听 我们肯定有广播的 广播就有个 Broadcast 这一个 广播的类型就可以了 他就用了这个 unbroadcasting 那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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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对应 还说 去掉用 这个其实没有 没有做任何 其他操作 不用的就可以 那首先得到这个值 然后把它转化成callback 去掉用 OK了 就是这一个 首先我们去 爱的 类型呢 去接听 如果你想触发这个消息 我们就需要 用这个海数 就是Broadcast 去广播消息 就是广播出去以后 他才会执行这个 接听这个 因为他在接听以后 就是我要知道消息 有没有 那有了 有的话 我才可以执行这个海数 没有的话 我不会执行的 不会触发的 他触发他的 唯一条件就是 Broadcast 其他大家不用 不需要关心 你只需要记住 这两个海数 当然你不需要用的话 你就把它移除掉 就是remove remove类型呢 就是我们一般 定用的是这一个 把它移除掉 就不修了 我这不用他了 如果你要用他 就不要把它移除掉 移除掉 他从这个字节里面 这节就把它筛除掉了 就没了 你看我怎么去用 我这里面给大家举例子 当然也是作业里面的一部分 大家开作业的话 就开我 录播课程里面 最后 第一节和第二节 最后两节 就不值作业 我不值两个作业 对比我给的 他说你有熟悉 就是相对的说 比第一个麻烦一些了 你自己去调试一下 就是看一下 那我这里面 这哪地方 加这个 接听 你看我们以前 上一回 就是以前 前记载课 可写过一个 呃 vio 就是login里面 我们写一个处置画 这个处置画肯定有调用的地方 你看 准备 invent center 增加 我们是进入login 然后写出来 这个就是个函数 你看 就是你看 下面有个注释 bis window.show 就是 我接听到这个消息 我就把这边写出来 当然 你要触发这个消息 你就要 在你逻辑里面 不用在这里面去写 在你逻辑里面 去写一个 就是 invent broadcast 把这个消息 加上 就是你 执行外 这一个 他才会 执行他 那这个show 是什么的话 就是把界面写了出来 你看 如果 等于空的话 就创建一个界面 这个创建 就是create 其实下面 就是这个加载 当然 你要把这个 UI root 他的那个camera 要写上 就是这个 他会解写这一个 如果你没有这一个的话 他不会执行的 这getUI就是 你可以看一下 他就去查找这一个camera 弄完了以后 他也是 UI 加载实际化 这当然就是一个路径 这个resource 是一个路径 然后 把它设为fals 就是 这个create 把它设为fals了 等我看后面 那处置化 就把它 把里面的意思 就是 比如我们 这个是个 login 因为这里面 我们没有去做 出这话窗体 就是比如哪一个 就是 追求的哪个对象 比如是个 什么 button 什么 就在这里面 这个后面给大家写 就是我们游戏里面 给大家写 这个我就不给他写了 你看这个就是 出来的以后 收给fals了 但我又 我又看到它 你fals我 我开不到的 那我就执行 就是比如 我们说的 刚才这个 invent.brotcast 这一个 show 因为show 你看这里面 弄完了以后 shout 如果是root 传递的 变成fals 它是会把它 收为true 是可见的 就是因为 你这个create里面 是把它收为fals的 你开不到的 那你这个就可以通过show 就可以把它开到 如果这一个创业 如果它那个什么 就出来了 那这个 这个window 关于这个 我们创口对用 我们不可能只得 定用它这个 我们是通过那个 就是这个 管理力 就是window manager 通过它去实现的 你看 我这里面又有接口 我打开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 我们定一个logan 每局 然后就是 把这个logan window 给它 给它 给它以后 我们又去创建 创建就是 切换 你看 就是改变场景 到这个logan 这是前面那个 前面那个就是 那 就没有的 就这个 类型 这个 这一个 就logan前面 它没有动死 就是用那 你看 每一步 每一步 如果 因为这个window 这里面加载进来了 就在这里面 它的对象里面 规则还说里面 就加载进来了 然后就是 改变场景的时候 处置画 你看 处置画的时候 比如这个logan 处置画是这样 接听了 然后 如果不是超中内存的话 如果就愈加载 愈加载的话 就是每一个 hater都有 这个愈加载 就是你看 这个base window 它这个 因为每一个hater都有的话 所以有通用的方法 你看 这边加载出来 就是愈加载 把它收回force了 那我们的作业也是 就是 通过 就用这个函数 创建一个界面 你这个流程 你自己可以去调试一下 就是调 就可以调出来 这里面 我这是大家给他 解释了给他 把流程 就是大概说了一下 我在我的录播课程里面 都有给大家讲解 你把录播课程 看一下 基本上就明白了 这电话 这录播课程里面就写了 就是因为今天录了 录了一下 所以说我讲的时候 自己就给大家 就是 翻出来给大家 就是简单的讲 说一下 所以大家就是刚开始 可能看的 开不懂 也没事 你开录播课程 一个一个都有的 所以大家就是 你学习的时候 比如你第一遍 没开 没开 明白 大家不要急 不要感觉 天塌下来了 我没法学了 我 我一看 我太神奥了 没事的 因为任何一个人 他都是 从不会的会 其实我们程序的话 就是多列 你可以多看 这就是调试 你只有会调试 你才会编成 因为任何人写电码 都不该保证 他一定没有问题 如果你不会调试 那你的电码 也没法学了 你不可能一遍成功 写电码 一下子写 没问题了 那我肯定写了过程中 哪些问题 我调试一下 你看我们正下一个世界 我们这个操作一下 非常方便了 我直接在这里面 正下一个监听 逻辑里面 我把它分发就行了 广播就行了 广播到哪个消息 就对我哪一个 其他文章也是一样的 你看我们是不是 非常的 非常的 那个扩展 非常的方便 你看这一套 就是 包括这一套 我写完以后 我就不用管了 预加载 包括写示 预加载 这个预加载 还有这个什么 创业 还有兽 写示 我就写一套 你看 就非常抽象 不是有任何的代码 具体的电话 你看我这样的话 我只管扩充 Login 味道 你得加个电源 无所谓的 加就可以了 写写写的都是一样的 你通过这个 这种设计模式 或者这种架构方式 你会改变 这个东西 确实扩展起来比较方便 我删除一个方便 我不需要涉及到对上上面的其他操作 如果你看你在这里面 如果拖一个 这个跟谁一个类 把这个东西拖上去 然后你闪一个 如果拿个地方给了 去给那个某一个UI 这个地方没拖 就不错了 还有事不感觉 不错 莫名其妙 如果你承用这种方式 你就不需要关心其他事情了 我写一个通用的东西 不这是这个复利吗 他最通用的 我写上就可以 我不需要改变了 我只需要被他里面去 增加几个接听函数 初始化几个窗体 我要是的 又不的话 如果你不这么丑多的话 你你想起来就是 逻辑的感觉 你虽然你感觉 简单 你看 但是给别人维护的话 会非常的别扭 所以说就是 我们学习任何一个新的东西 大家就不要慌 不要感觉 这个东西学不会 这个什么 没事了 就是你可以慢慢去调试 这就是 也可以在群里面 我们哭讲沟通 单独给我问我也可以 在群里面发也可以 我就会给大家解答的 因为这些 我慢慢就是 一开始大家可能感觉很野代 因为越到后面就开始复杂 复杂起来了 我们这是刚开始 我这里面还没有设计的一些具体的一个界面去操作 后面小具具体界面的话 我这些都要去填充的 这些东西都要去写的 逻辑 我逻辑还没有写来 因为后面把这块给大家理顺了 我后面讲一下就非常快了 降到UNS的东西就非常快了 所以我把前期给大家就是 大家要搞清楚 至少就是我们的设计理念 要相好 好 那我这节课就给大家就是 就讲到这里 那后面的话就是 大家就是可以看一下这个下周的录播 录播课程里面 我可能录了九节这几节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的过程中 后两节 我说我不知作业 不是两个小作业 一个还有一个作业 就是 有个resource resource manager 就是 这个 我们这里面还有个load level load level这个 是加的一个 场景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我这里面 这里面有个logan 是吧 我这建一个新场景 这个不保存吧 然后 保存一下 Ctrl S 就是比如这个 打笔画 test test 那我这个 通过这个函数 我加载就可以加载这个场景出来 非常简单 就是我把这个场景加载到这里面来 加载这个logan里面 你可以在这个test里面建一个立方铁或者建一个什么都可以 这个立方铁可以 我把这个 这个位置设一下 就把这个开到他 就把这个立方体移到这个摄像机里面去 让他可以看到他 就呃 通过他 就通过我们这个 不需要了 通过我们这个接口 load level 把它加载进来 生成出来 就把这个仓景加载进来 完事了 还有一个就是我说的 创建一个创体 就用这个接口 好 我们这节课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那接下来就是提供一下事业 大家有什么问题 就是 今天就不给大家调试了 我代码里面 我代码里面都有 就是路波课程里面有的 因为这个我要给大家 就是你自己就去看一下 如果给你调试出来 我作业就没用了 你我作业就跟没没有 没不止一样的 这个你需要你自己去写一下 我把接口已经告诉你了 给我拿个接口 创建界面 因为就是 如果大家实验不出来 我这后面的课程里面 就是我们就是下周 给大家调试一下 讲解一下 这样的话 大家如果我 我都告诉你了 我们作业就是 你做起来就是首饰课的 这样的话 又请你自己去调试 是的 这个因为我这是 因为我录播课程以后 大家开了以后 你才知道 这个东西 什么作业去做 我这里面就是为了大家方便 我只给大家提示了一下 具体的话 你要去自己去调试 其实没有什么难度 你看一下录播视频 录播视频 一定有开的 这就是 包括大家调试 你自己一定有学会调试 我给你调试了以后 你知道了 你不会动水去做的 你心里面就清楚 这个你开始干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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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你印象不会深刻 如果你自己去调试了 你印象非常的深刻 这样的话 再遇到什么问题 你自己立马可以解决掉 如果你实在不回的话 我会在后面 就是我给你你的作业情况 我这下周给大家就是 解答一下 应该怎么去做 我因为这个 我们只是讲一个 呃 模块 或者是讲几个模块 我们就把它揣一下 揣起来 这样的话 大家就是知道各模块之间 我们怎么去连接 怎么去把它们整合在一起 对路边开了 基本上都懂了 然后你得自己去调试 我不给你调试的 你这个调试 一定要学会 哪怕你平时就是 你不愿意调试 但是通过我这个课程 我又把你这个能力 培养起来 你实在不回 我会交给你这么调试 因为大家就是 我不希望你们学习了课程以后 这是对一些代码 因为今天也有 也有同学跟我说 呃 代码就是 开了以后就忘了 我我写程序 刚开始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让你记代码的话 你记不住的 那你怎么记 那你怎么去做 就是这个思想要会 比如我设计一个模块 我用从哪一个地方去入手 我怎么去处理 这个才是这个课程的精髓 代码 即使就是一些小儿科 你只要思路 明确的代码写出来 这是早晚的事情 对就是作业里面也有使用那个接听 接听我就给你写好了 你只有写一个广播 就是这某个实验 我把这个写出来以后 我去把这个广播出去 然后把记码写出来 我本身就是给你这部份的呃深一点的这个作业 其实代码其实不多的 我也给大家就是慢慢给大家上个档次 就是你知道就是不管你以后 你现在就是说你学习学习起来痛苦 没事的 我肯定帮你教会 但是如果你整个工作了 你在公司里面 遇到这个痛苦就感觉很痛苦了 因为那时候就有各方面的压力给你 所以说你现在就说不会 好事 如果你会的话 我就不用教你了 所以大家就是通过课程来说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思路思想就是学好 学会 这把调试 一定会调试 不要害怕麻烦 不要担心这个东西怎么去做 就是换句话说 就是你作业 你做不做不出来 没事的 我可以得教你 但是你不能每一次都做不 不会做 就是下周就是大家看视频的过程中 你有有什么疑问或者是什么 就可以在群里面说 我帮你解答 这个因为顺势是顺势是对的 因为因为怎么个事情就是我担心你们就是搞不明白 所以说我利用这节课就给大家就是先点一下 就是提示一下 应该怎么去做 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一个懵懵隆隆的一个概念 然后你得去看视频 印象就会深一些 你会知道啊 哪个哪一个地方是个重点 你可以多关注一下 对我们就是思路 视频 直播 我还没有 代码 我还没有传上吧 我代码里上面以后就不会报错了 你自己写不要写 我矿液已经给你写好了 嗯 大家如果没有什么疑问 我们就下课 然后 下周一 他们把视频传回了 把电码就传上去了 然后你拿下来看一看 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在群里面说 下层期 讲什么那种 现在就是你先把目前这个掌握了 我再告诉你下周看啥 下周讲啥 大家不要急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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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因为我 我要知道你掌握了什么情况以后 我会根据你们掌握的情况 我会在 APP下一步的工作 如果你们就是 我 不知作业 没搞明白 或者是什么 我会 再给大家讲一下 对 对 它不同的系统 这个是我们自己封装的 与UI这个invent没有关系的 UIinvent这个 是 是使用我们说的 点击事件 我们使用它 而这个是我们使用逻辑使用的 自己封装的 啊 星期四也可以啊 这就是什么 就是你在这个周六之前 必须要给我 要补的话 我 我没法 就是 我又给你一个多了情况 给大家 就是 再讲一下 或者再说一下 我们怎么去做 因为这一个 我让你 写这个作业 其实我还有一些东西 我没有讲过 没有讲的 这是让你 给大家写一个逻辑 你这个逻辑会了 比如我这个 我login control 我还没给大家就是实现过 其实我这个 广播消息 是在这个login control里面就写了 就是你懂了以后 我这 讲这个的话 你就给感觉很清楚了 就听起来就非常简单了 就 其实我们这个不难的 就是一个 你自己要调试一下 其实我们就用它 那这个猜数写什么 这个猜数 我给大家写一下 这个猜数就是 就这个 那 因为它是前面那个 login 它前面没有 它前面没有界面的 其实我们写的就是 manager intense 趁着tlogin 就定用这个 定用这一个 创业我们的这个 UI 我的意思是 你自己 去调试 看看有没有问题 知道吧 在逻辑里面 写这一个东西 就是你自己要 要去调试 一步一步这个流程 最后用一张图 或一张表 把它写出来 画出来 这样的话 你就知道 这个怎么怎么走的 就是我们 风筝的东西 与unity 它自在的东西 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自己的一套逻辑 因为我们是自己 风筝的一套模块 这些 这些 模块 模块 可以 放到其他游戏里面 这我里面 可以用的 后面 后面会出的 这个 不用担心 说一道 所有东西都会出来 因为第一步 我们要先把这个 UI这一块 先搞明白 因为后面 我会讲网络放的东西 这都不会用这个 MVC的 这都有一些状态 是FSM MVC 它主要整对UI的 FSM是状态的变换 它可以用 债斗 使用债斗这一块 可以的 这个是你根据 具体情话设置 有的可能设成这个 零 有的可能设成 你某一个值 就是具体情话 具体分析 大部分的是设成零 就是我 我们今天讲了这个 直播的这个视频 过了也 过了也也会传上去的 就是大家也不用改革 就是可能是网络 可能是你们的网络不是特别好 有时出现卡顿 没事的 就是我这个视频 也会传上去的 好 那就没什么事情就下课吧 好吧 大家先开视频 好 OK 好 拜拜 大家 大家有点休息 明天 明天又上班 谢谢大家 文明天 ur 文明天 哪一天 我 的